有些东西对我来说 很救命 救救命的命啊 为什么很痛啊 痛到救救命的命啊 为什么 我去温泥买 在低趟买东西的 所以我就觉得 以前没有这个问题 可能真的要赚到钱了 你的脚筋痛的了 真的很丁的了 那后来我就 痛到我以前有用过 但是觉得没有耐心 觉得他好像没有销利 那我也放弃了 放弃了 之后呢 后来有一天最近 上两个月 我就去买了东西 就回到家里的时候 我那里就 前边 痛痛到你真的 动一刹都痛的 跌一刹都痛的 那后来我就想到方法 没办法 为什么 还有我告诉很多朋友 我说 第一 你有很多个选择 听人家说 冰什么令到你风湿啊 什么什么不行啊 这些是将来的事情 所以我不怕对你说 为什么 我想到那些东西我就说 OK 如果我用冰块呢 第一 立刻会好 得安 又不用看医生 又不用T1 也是一种后疑症 打针也是后疑症 所以我就觉得 那样也不行 那样也不行 我觉得 我就要选择冰块 第一 又没有副作用 我不管 但是对地方人来说 就是救命 所以我就想到了 就很简单 我就铺一块布 我将个大冰块 放一边 我这里痛 我这里很痛 我就踩住 拌了钟 拌了钟 然后呢 放在拌了钟 不要浪费时间了 看电脑啊 看手机啊 看我自己的视频啊 看你们看我多少的便宇啊 分手啊 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时间来看了 哇 一举脸的 所以我觉得 很棒 后来 我用了大概 用一个钟 放出来 大概停一两个钟 就要冰衣衫 那么 可以一天 用三四次 你相信不相信啊 明天可以跑了 不痛 痛的 百分之 哇 后来八十八仙啊 我就不敢相信 后来 我现在又相信 所以告诉你们 跟你们分享 告诉我的朋友 还有解释给他听 你看 你们 知道吗 如果你看医生 还有钱 还有副作用 刺一 有副作用 打针也有副作用 如果你说用冰筷 又没有副作用 你这样东西 起码来说 你不用浪费钱 咯 又可以立刻 你看 你看 你试过 就记得 更好处了 嗯 谢谢你 Janet 拜拜 拜拜